入夏后,四个习惯容易损耗气血,请谨记正确补气血的四个方法,在炎炎夏日,太阳似乎总是充满了使不完的静儿,毫不吝啬地将他的热情洒满大地,小张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变化,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感到疲惫,皮肤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,连头发都显得干枯无力。 在朋友的建议下,他去了一趟中医馆,老中医把麦后告诉他,这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,小张想起了自己最近的生活习惯,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,一,日常饮食失调,损伤气血,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中,人们往往忽视了饮食的规律性,像小张一样,早餐匆匆几口,午餐应付了事,晚餐则是外卖解决。 这样的饮食万象,长次以往,无疑是对脾胃的一种摧残。 中医基础理论中提到,脾胃是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,不规律的饮食会导致脾胃功能稳烂,气血生产不足,继而影响到身体的各个方面。 想要气色好,身体棒,首先得把吃饭这件小事做好,而这,不仅仅是老祖宗的智慧,也是现代营养学的共识。 二,过度追求凉爽,影响气血运行。 夏天,说到凉快那可真是人人向往,但你知道吗,过度追求凉爽,比如长时间吹冷空调,大量食用冰镇食品。 这些习惯会导致身体出现内寒。 皇帝内经中指出,寒为阴险,过多的寒血会阻碍气血的正常流动,进而引起身体机能的下降。 当寒气侵袭脾胃,就会影响到气血的生化过程。 久而久之,就会表现为面色苍白,四肢不温等症状。 所以,就算是在酷暑难耐的夏日,也请适度追凉,别让那一丝丝凉意,偷偷地伤了你的气血。 三,电子设备使用过度导致气血不畅。 在数字化时代,电子设备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然而,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或手机,不仅对眼睛造成负担,还可能引起身体姿势的不良改变,如颈椎和腰椎的负担增加。 这些变化会干扰正常的气血流动,尤其是对于肝脏的影响更为显著。 中医认为肝主疏线,肝气不畅会影响整个身体的气血运行。 研究表明,过度使用电子设备会导致肝气愈解,进而影响脾胃,脾胃为后天之本。 气血生化支援从而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运行。 因此,建议在使用电子产品时,每工作45分钟至一小时,应起身活动做研保健操。 拉伸肢体,以缓解肌肉紧张和促进气血流通。 四,熬夜对气血的深远影响。 熬夜已成为不少现代人的常态,但其对健康的影响是深远且严重的。 皇帝内经指出,夜间为阴气聚集。 阳气隐藏的时间,身体通过休息来恢复日间的损耗。 熬夜会打乱人体的生物中,影响阴阳平衡,导致气血不足。 医学研究表明,长期熬夜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。 内分泌紊乱,这些都是气血不调的外在表现。 特别是对女性来说,熬夜对皮肤和内分泌系统的影响尤为明显,容易引起月经不调、肤色暗淡等问题。 因此,保证充足的睡眠。 遵循自然规律不仅能够改善气血状态,还能从根本上提升身体健康水平。 气血的调养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过程,需要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合理的调整和改善。 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配合合理的饮食,才能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,让身体的气血得到有效的滋养和平衡。 五、合理饮食补充气血的科学基础。 维持优良的气血状况离不开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。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,均衡的饮食应包括充足的蛋白质。 必须脂肪酸、复合碳水化合物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,特别是含铁量高的食物如猪肝、菠菜和红肉。 这些都是补血的加品。 铁是造血的重要元素,缺铁会直接导致贫血,影响气血质量。 另外,适量摄入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,如柑橘、猕猴桃、草莓等能促进铁的吸收。 维生素C是抗氧化剂能够减少自由基的生成,保护细胞不受损害,从而有助于气血的生成和循环。 不仅如此,维生素B群也是补血的关键,特别是维生素B12和液酸这些元素在动物肝脏。 海产品、绿叶蔬菜中含量较高,它们参与红细胞的形成,有助于防止贫血。 饮食多样性也是维护气血健康的关键因素。 营养学报发表的研究显示,单依食物来源可能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, 而多样化的食物选择能够确保从食物中获取全面的营养。 因此,应鼓励在日常饮食中融入五谷、豆类、坚果、种子等。 这些食物不仅提供丰富的营养素,还能提供必须的膳食纤维,促进肠道健康, 进而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和利用所摄入的营养。 六、生活方式调整与气血养护。 根据皇帝内经的理论,适度运动能够另行劳而制输, 即通过适当的体力消耗促使精神状态更加放松和愉悦。 运动如散步、慢跑、瑜伽及太极, 不仅能促进血液循环,还能帮助气血流畅, 从而减少因静态生活方式引起的血液循环障碍。 此外,生活中的心态调整也极为重要。 中医心理学中提到,情绪波动直接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, 如怒则气上冲,优则气节。 因此,保持平和的心态,避免情绪的极端波动。 对于气血的稳定同样重要。 日常中可通过冥想、深呼吸等方式来调整情绪。 这些方法已被现代心理学证实可以有效减轻压力, 改善心理健康。 睡眠的质量也不容忽视。 充足的睡眠是身体修复自己的关键时期, 特别是在夜间十点至凌晨两点, 被认为是肝脏进行自我修复的最佳时段。 因此,建议尽量在这个时间段内睡觉, 以支持肝脏的解毒功能。 从而有助于气血的生成和调养。 饮食之外的生活习惯,如适当的放松和娱乐活动, 也应纳入日常生活中。 例如,兴趣爱好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, 减轻工作和生活的压力。 研究显示,参与喜欢的活动能显著降低心理压力水平, 从而有助于气血的顺畅流动。 通过改善饮食习惯和调整生活方式, 我们可以有效地促进气血生成和运行。 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意识地选择对身体有益的食物, 也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生活方式的调整, 保持足够的睡眠, 避免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。 均衡饮食和适度运动是维护气血健康的关键。